22页范例2 这题跟上一个范例1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 并没有比较新 它也是分两个小题 第一个情况是9M的禁止木块 有质量M的子弹 以初速V设计木块 整个过程木块质量都不变 第一小题如图A所示 若子弹贯穿木块 且穿过木块后的速度变为原本的一半 二分之一则木块的末数是多少 那么这题的话 也一样就是我们可以设 穿进去之前 穿出之前 穿出之后 那穿进去之前呢 子弹&木块的总动量 就会等于穿出之后的总动量 因为子弹去推木块 而木块也会推子弹 但是在互推的过程中 就如果我们取这两个物体为一个系统 那就没有系统之外的力 对它们作用 所以是动量守恒的 所以这个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就跟上一体一样 所以穿之后我们叫它P' 那穿之前的子弹的动量 再加上穿之前 木块的动量 就会等于 穿之后子弹的动量 加上穿之后 木块的动量 子弹的动量一开始是M乘上V 木块一开始的动量是 9M乘以0 9M是木块的质量 穿了之后 子弹动量变成M乘二分之一 木块的呢 就是我们要求的9M乘上V' 所以这样算出来 你就得到 你就会得到 9V' 其实就会等于 二分之V 对不对 小M消去呢 然后左边剩下V 右边是二分之V加9V' 所以最后V'就等于18V 这就是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做法也一模一样 那 只不过是改为卡在木块中 所以这个就是卡住之前 以及卡住之后 那一样也是 卡住之前的子弹 和木块的动量 总和 会等于 卡住之后 子弹和木块的 动量总和 那为了跟第一小题做区分 我们用DoublePrime 代表卡住之后 那卡住之前的动量跟刚刚一样 也是MV加9M乘于0 卡住之后呢 是木块的 子弹的是M乘上 我们这里就设它为V' 那木块这时候 也是同样的速度 因为卡住了 卡住了 两者速度相同 所以这里就可以把M消掉 变成V等于10V' 所以V'就等于10分之V 这就是第二小题的